哈喽,大家好,我是恭喜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叫三个奇迹的啊 这么一款游戏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大家小时候都选这个路战这个版本吧 然后如果我又没有猜错 你选择打这个路战是因为玩的时间长吗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速通啊 这边的话,这个游戏有三种子弹 就是三种子弹比较厉害啊 有两种小时候大家就知道 有一种可能小时候大家没有发现啊 不过从这里大家应该发现了 这里是故意卖血他就不上去了 然后一顿输出就可以过关 三种比较厉害的子弹 第一种就是那个吃了之后扔出去一个大火球 可以爆炸那个就不说了 对吧 然后第二种就是扔出去是一个小飞刀 然后会带一个回旋镖的东西往下打 我们小时候将那个子弹叫香蕉皮 对吧 两种了吧 第三种大家应该没发现 就是玩家当前用的这个子弹 出生就送的这个子弹 什么都不出 什么都不吃 这个子弹有点厉害 这个子弹它的优势是输出频率高啊 一定要贴脸攻击啊 越近 你看这输出频率啊 就特别高 晚上之后伤害就贼高啊 这个可能小时候大家就不会用了啊 好这边扒着一顿打就可以了啊 很厉害 这个玩家走位啊 各方面很厉害啊 小时候啊 我在我们当地玩这款游戏 也是一个还可以的玩家啊 嘿嘿嘿嘿 但是通不了关啊 我能打 打到第五关啊 能打到第五关 打不过第五关 如果我又没有猜错 大家伙玩过这个游戏的玩家 打当前这俩boss是用钩子打吧 就是那个往前往前扔出去 然后还能回旋出来 也有人叫回旋镖啊 是用那个子弹打吧 嘿嘿嘿 是不是都让我给猜对了朋友们 再然后的话就是负弹啊 他这个负弹的话 选前前期的话是选择了 这个使用小火苗啊 这个小火苗的攻击力比较高 如果我又又又没有猜错 小时候大家玩这个游戏 特别喜欢那个 一个一个小骷髅完事之后 身上转着绿色的那个球 跟踪的那个那个那个负担 是不是特别 就是这个 如果我又没有猜错 是不是大家喜欢 很喜欢玩这个呀 然后到这里了 到这里有一个地方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小时候玩这个游戏 认为这一关关机 只有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只有他露出破绽的时候 打他才掉血 他没有露出破绽 正常打的时候 他是不掉血的 有没有 有没有人误解成这样的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啊 就算他这个刺在身上转 你打他 他也是有伤害的啊 你就你就像现在 你就打他 可以打不是不可以打 你看就现在可以打 他掉血 是吧 过关了啊 这边又是一个 这是一个小boss 小boss 但是这个boss 比第二关关底要难 因为咱们没有了地形优势啊 然后我前面说的 三种比较厉害的子弹啊 就有一种就是他嘛 一种是一出生给的那个 前面用过了 后边就吃了这个 讲定了 这边来到关底 不是关底 这也是一个小boss啊 如果我又又又又又没有猜错 小时候打这个游戏的玩家 就是打开箱子的时候 吃那个心 对吧 有加五的 加四加三的 一打箱子的时候 都会默念吧 给我五个 五个大心 这边也是一个小boss 也算小boss吧 算小boss啊 然后这里是故意挨一下打 故意挨一下打之后 过后边这个场景啊 就比较好过了 要的就是他按住下 按跳往前 窜着一下的那个效果 你看这一段 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 这这这确实是厉害啊 这不不不行 然后 哎 第三种啊 比较厉害的子弹 就是这个爆炸弹啊 最后一关关的 最悲剧啊 直接吃上爆炸弹 然后一顿咚咚咚咚咚 就过关 啊 很精彩 很厉害的一个玩家 好了 那就非常感谢 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大神的精彩发挥 咱们下期见 朋友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